基地已經達到了8000戶左右 所以是全面性的來做一個 希望來做一個推動及努力 那長期的話當然是希望差不多45000戶 那這個部分也就是說明說 整個目前在我們台北市 供應住宅分佈的數量跟地點 那目前我們其實是 如果尋各種用途跟管道的基地 來盡量來達成這個供應住宅長期的目標 那新辦的模式目前大概概分為六種 大概包含了政府直接來做興建 那第二個就是用既有過去的一個國宅來做改建 那第三個就是閒置校地的利用 第四個就是室友土地來參與這個更新的分回 那第五個是透過PFI的這個模式來做處理 那目前有五處基地 那第六個當然是有一些這個捷運連開分回的部分 所以那所以說剛剛有講的就是說大概 目前已經新辦完成出租了 或是在這個規劃中以及正在設計施工階段 總共已經有八千戶了 那接下來是要說明的說 其實我們這個案子透過這個都市交易程序 希望適度的調整這個農區並不是第一個 那其實過去在去年的都委會其實也已經 去年或前年的都委會其實也通過了兩個案子 那他分別是在文山區的安康公營住宅 那他也是住三的這個原來是住三二二五的容積率 那我們考量就是為了推動這個公營住宅的目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適度提高 那總量達到兩倍四百五 不過這個部分他不可以再申請相關的這個容移或相關的獎勵 那據我們初步的規劃 他這個基地大概是三點五三公頃 那其實興建三千三百戶 其實比我們這個廣池未來的一千多戶還多 下一個是在南港的台肥新村的部分 他也是原來是住三二二五的部分 然後提高總容積上建到兩倍的四百五十的部分 那他約可以提供這個八百多戶的公營住宅 所以市府其實並不是只有針對特定的機器 其實是在盡可能尋找說可以使用的這些公共土地的資源 盡量來做一個推動 下一頁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說其實廣池最早在兩百一十的容積率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規劃部分的住宅大概是五百多戶 那目前的話如果調整為四百以後 大概約增加大概多了一千戶左右 那這個目前這一千戶的試算是依照我們目前這個公營住宅 過去的案例分為一房型二房型跟三房型 那他的比例就是參考這個市場的情況 大概以這個百分之六十跟百分之三十 然後百分之十的部分來做一個配置 那另外我們也要特別說明的就是民眾也有疑慮說 因為過去這邊是貧宅 所以有一些低收入戶長期在這邊 或是他們沒有辦法有一些管理的制度 沒有辦法把他們做一個處理 造成這個地區整個住宅生活品質的惡化 那不過這個部分其實像在入住對象的話 我們目前的公營住宅也是採取一個比較混居 那主要他是提供給這個中收入戶以下的這個青年家庭為主 那另外也會回饋給地方包含百分之二十的戶數 那另外百分之十將提供給這個弱勢的部分 那租金的部分的話大概是市價打七折 那第三個就是租期 租期其實過去其實他只要符合這個低收入戶的資格 其實他是可以繼續一直租 那不過目前我們是還是有一個年期的限制 最長的話他不可以超過十二年 那經營的方式過去是由市政府來經營 那未來也會委託外界的這個專業的這個物業公司 來做一個專業的一個經營 那另外也導入這個扣分的制度 那如果有這個違規或不遵循這個相關的這個管理制度 我們將來收回 所以相信透過這個一連串的這些制度的這個改革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對過去的這個這個公營住宅 其實會比較有信心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市政府 已經有新建的公營住宅的幾個案例的情況 包含這個大龍頭的公營住宅大概有一百一十戶 那其實這個都是已經是新建完成的照片 包含外部跟內部的裝潢 其實他跟其實算是一個蠻高 高品質優質的一個住宅社區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萬榮的這個公營住宅 然後請委員參座 那接下來是有關這個北側社福用地容積 從兩百一尺提高到四百這個量體 我們目前因為民眾有疑慮 所以我們已經做一個初步的這個模擬分析 那不過這個目前後續還要發這個相關的這個細部的這個設計 所以目前還是沒有辦法有這個量體的部分 那不過我們也有把這個平面配置的狀況把它模擬出來 那其實基地裡面剛才有提到 其實他有一些限制的 因為他目前有一些受保護樹木 及一些樹群 那我們盡量是說讓這些這些樹木能在原地 或是區內來做一個保留為原則的情況下 其實未來會做一個比較適度的配置 那如果以建幣率40來看的話 他的大概樓層數大概是13樓到15樓 那如果建幣率在降低為30的話 大概平均樓成為17樓跟19樓 那其實接下來還要說明的就是說 其實大家會覺得這個調整後的這個400 以及這個平均樓約300多 其實可能會有疑慮的部分 那其實要說明說 其實目前我們福德地區 其實他目前都是周遭已經是這個四五層樓的這個老舊建築 大概都是民國五六十年代來建築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去清查 周邊已經陸陸續續有畫了四處的這個更新單元的基地 那未來應該周邊的社區也會面臨這個改建的問題 所以我們稍微試算了一下 未來這個周邊的這個老舊住宅社區 他們改建以後的這個容積的強度 那周邊的話大概都是住三 那他的容積大概是225 那我們有去看他過去他早期建築的現況容積大概是250 或是300左右 那如果以這個更新 就是法定容積不得超過1.5倍的這個 這個量體之下 大概可以到337.5 那另外如果他的這個圓榮大於法榮的部分 他可以以這個法定容積乘以0.3 再加上原建築容積的話 他的這個容積甚至可以達到這個367.5 那如果他有檢討符合這個市府 之前推的這個一坪換一坪的老舊公寓專案的話 可以達到兩倍 可以達到450 所以說其實這個地區改建以後 其實跟我們本案 未來這個平均容積322 其實他的容積強度是相近的 那接下來這兩張就是我們有去調查這個 我們廣時周邊基地的一個建物的一個情形 那這張是說明他們當時候建築的時間 大概以咖啡色跟粉紅色以及綠色的為主 大概都是五六年代的時候新建的 那這個部分是建築樓層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紅色的部分 大概都是四五樓的老舊公寓 我們會有那些人